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848集 记者们不敢相信世界医疗工会会胆大到如此的地步 竟敢瞒着各方国家给各国病人私自使用基因药物 这跟草菅人命有什么区别啊 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 世界医疗工会这个举动简直就是屠杀 数百名病人最终无一幸存 并且全部都吐血惨死 更重要的是 这些病人当中很多的各国权贵政要啊 我知道大家可能不敢置信 我也不敢相信世界医疗工会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但是我们在五大国病人转运到华夏来医治的时候已留下了证据 我们对病人的活体组织和血液做了详细的检验 我也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 他们确实使用过基因药物 所以引起了严重的脏气损伤 出于一些敏感的原因 我就不在这里展示实验结果等证据了 如果有哪个国家想要 可以联系我们 出于隐私和机密方面的考虑 他不能直接将证据展示出来 但是他相信大英西法东阳等国家立马就会给他打电话 要求一系列的证据 想必这些国家也已经给他们的病人做过时间解剖了 只要他们将那些个检验资料交给这些个国家 这些国家立马就可以对号入座 确认他们国内病人也是注射了基因药物的 纵然是这样也无法彻底瓦解这些国家和米国之间的联盟关系 但可以给他们关系上制造极大的裂缝 而且针对于这次基因药物试验 这些个国家也一定会高度配合全世界的舆论 一起来讨伐米国和世界医疗工会 下面的众人骚动不已 纷纷开始议论 哦对了 我还要跟大家提醒一句 一手缔造世界医疗工会基因药物计划的 是鼎鼎大名的基因教父 曼森辛克特 我强烈要求他本人站出来为这一切负责 林宇知道必须趁着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将曼森给揪出来 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家伙才是整个基因药物项目背后的主要发动机 所以必须利用全世界的舆论压力 给世界医疗工会方面施压 让曼森站出来为一切负责 如此一来的话 才可能根本上的彻底摧毁米国的基因药物计划 安妮也跟着站出来说道 对 基因药物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主要责任在曼森辛克特 而且用活人做实验这种疯狂计划 也都是由曼森主导的 我们必须要求米国严惩这个丧尽天良的魔鬼 他这话说完 越来越多的世界中医协会的成员站了出来 跟着挥舞胳膊放声高喊 曼森必须站出来为这一切负责 必须严惩曼森告为那些惨死的生命 曼森必须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也必须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台下一些记者情绪也被点燃 同样站起来高声附和 严惩曼森 严惩曼森 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工作人员跟着大声地叫嚷着 喊叫声响彻了整个报告厅震耳欲聋 而这一切也都在上千摄像头的直播之下 传给了全世界 什么狗屁的金银之府 就是个来自于地狱的魔鬼 最该死的就是他 真恨不得将他扒皮抽筋 他毁了多少个家庭 毁了多少人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米国将他交出来 必须枪毙这个嗜血的恶魔 屏幕前的世界各国人民群情激昂 忍不住纷纷咒骂 如果恨意能杀人 那此刻全世界各地的铺天盖地的汹涌怒气 足以将曼森绞杀的渣都不剩 砰的一声随着一声巨响 杰来米处处宽大的客厅中央悬挂的电视 被烟灰缸砸出一个大洞 严惩慢三 严惩慢三 电视机的画面虽然已经花了 但声音却依旧清晰 屏幕内喧嚣叫嚷声 仿佛环绕在他的耳边 开死 吉兰米再次抓过一旁价值百万美金的花瓶狠狠地砸响了电视机 又是一声巨响 电视这才黑了屏彻底的安静下来 可恶真是太可恶了 吉兰米气得浑身直抖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也忍不住被记者招待会上这一幕彻底气疯了 他料到了林语会将矛头指向世界医疗工会对准米国和都市家族 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还没有放过曼森 他内心最清楚不过曼森才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 纵然世界医疗工会解散 基因药物项目彻底覆灭 甚至全球各地基因药物基地都被尽数摧毁 只要曼森还在 他们就有保障希望 就可以再次瞒着全世界的人偷偷进行基因药物的项目 现在林语虽然要求将曼森推到全世界前面承担一切责任 这简直就相当于要挖掉他们基因药物项目的根呢 也相当于彻底击毁度式家族的根本 要知道这些年度式家族绝大部分财产 倾注到整个基因药物项目之上 如果此时基因药物彻底完蛋 那么度式家族也会跟着完蛋 世界上包括罗氏家族在内的其他大家族 一定会趁机将世界各地的业务吃得干干净净 将他们家族彻底裁垮 所以交出曼森 是度式家族和杰莱米不可承受之中 而此时杰莱米数部电话也同时响起 每部都被打爆 无数家族成员 官方人员以及利益相关方纷纷来了电话 杂乱的电话声让他更加的心烦意乱了 给我把这些手机全都摔了 杰莱米狂怒道 旁边手下不敢有丝毫有余 立刻抓起手机 往地上狠狠摔起 一时间霹雳啪啦之声不绝鱼耳 但唯独有一部 在杰莱米自己的手里握着 而这部手机也是唯一一部没有响起的手机 因为这部手机只连接了一个电话 就是最高办公室的座机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打过去的时候 他手中的手机率先响起来 再见